安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踏少女 我是巧柯 5月的報稅季又快到了 你是第一次報稅的社會小綿羊嗎 咪咪咪 現在網路報稅相當簡單 只要登入並驗證身份 系統就會幫你把那個稅額算得好好的 不過就是那個 身份驗證 它有蠻多種方式的 今天就來教大家其中一種 不只可以報稅 還可以用來做很多式的 行動自然人憑證驗證方法 首先現在教你如何申請行動自然人憑證 我們先下載行動自然人憑證APP 開啟後它會要我們綁定裝置 現在還新增NFC的靠卡註冊方式 我們就選靠卡感應 然後輸入好資料 接著我們就把實體卡 貼著手機螢幕上方感應 然後再按下送出 感應程後把剩下的資料就是填完 最後它會請你設定好你的生物辨識 就是指紋或是Face ID之類的 這樣你之後在使用的時候 就可以靠按指紋或是刷刷臉來辨識 好設定完 這樣就綁定完成了 不過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的手機沒有支援NFC功能 或是你的實體卡是106年8月以前發行的 那你就要改用電腦申請喔 電腦申請的步驟可能稍微複雜一點點 我們先打開內政部 行動自然人憑證網頁 然後點擊立即註冊 先在電腦安裝跨平台網頁元件後 點擊以自然人憑證登入 然後將實體卡插入讀卡機並登入 接著註冊行動自然人憑證的會員 申請完後點擊綁定行動裝置 打開你的行動自然人APP 扫描QR Code 綁定裝置就完成囉 申請完之後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要怎麼用行動自然人憑證來登入報稅 不過因為我們拍攝的時候 還沒有到報稅季 所以今天我們先用電子報稅團隊的影片 來呈現給你看 我們先進入綜合所得稅申報系統 點擊行動自然人憑證驗方式 完成系統環境檢查 輸入你的身份證字號跟驗證碼 按下執行身份驗證 這時候手機的行動自然人憑證APP 就會跳出身份驗證的推播訊息 點進去後按確認進行身份驗證 接著就能順利登入系統報稅囉 那如果你的APP沒有自動跳出通知 也可以按網站上的掃描驗證 掃描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打開APP進行身份驗證囉 那行動自然人憑證優點就是 像電話驗證你就只能用在報稅 但行動自然人憑證他除了能報稅 還能用在其他地方讓你快速驗證身份 譬如說他有跟MyData結合 他是一個集中管理各種民眾個人資料的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用行動自然人快速驗證 方便取得一些像是財務證明啊 兵役證明等資料 雖然我自己的申請貸款的話 好像需要這種資料 或是你也可以在MyData線上 辦理補助申請等業務 我覺得這個結合使用還蠻猛的 像之前我們要申請這些資料的時候 就要東跑西跑 但現在在家裡就可以把這些資料下載下來 就省去了需要跑一堆公家機關的時間 還有現在有些人要出國時 可能需要申請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明 因為目前也不是每個國家都完全開放的入境 有的國家還是需要你的健康證明 那衛福部官網上申請證明的入口 也可以使用行動自然人登入 讓你減少填寫基本資料的步驟 另外有些銀行也可以用行動自然人評證 開立數位帳戶 同樣也是讓你不需要舔一堆資料 加快驗證跟申辦的時間 目前我知道的是第一銀行有這個功能 那其他銀行可能就要看他們之後會不會開放 未來還有機會朝交通票物啊 網購電子商務的身份驗證去發展 我個人偷偷許願 不知道以後有沒有可能搶演唱會的票 也可以用這種身份驗證的方式 感覺可以搶比較快 又可以防黃牛吧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給大家行動自然人評證的內容 希望對你有幫助 雖然行動自然人一開始的那個申請步驟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複雜 但申請過後 他就能讓你在未來不用再寫一堆資料 就能進行身份驗證 而且現在還不需要讀卡機 你可以只用手機NFC感應來綁定卡片跟裝置 尤其是不需要讀卡機這點 我覺得真的是很大的進步 像我之前因為一些原因 報稅上出了一點問題 絕對不是逃稅喔 當時要線上處理的時候 就因為我讀卡機一直讀不到我的卡片 然後我又沒有自然人評證 搞到我最後需要跑去睡眠積增處一趟 超級麻煩 所以建議大家都可以考慮去申請一下 行動自然人評證 另外有綁定並使用行動自然人評證的踏友 還可以參加內政部7月份的抽獎 講評有iPhone14、Switch之類的大獎 詳細可以點下方資訊欄的 行動自然人評證官網看看喔 大家還希望行動自然人評證可以用在哪裡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我是巧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